欢迎收听《意识邪君》第206回 君墨邪并没有同步服用心魔丹 用心魔丹固然可以稳妥一些 但是同时也是少了一次修炼心性的机会 这对于精神境界的提升也是有着负面影响的 感受着丹田内突然充盈的气流 君墨邪心中一喜啊 嘿 果然是有用啊 陈念心神瞬间进入到了物我两望之中 开天造化宫的力量大和奔横一般的在他经脉中穿流了起来 第二天 圣旨果然下来了 任命君无义为天南将军统领两万大军调兵潜将 即日启程前往天南 协助各大世家平息玄寿朝 除了君无义之外 皇帝陛下对各大世家也都点名了几个人物 其中的君墨邪赫然登上了名单 除了他之外 还有孟家的几个熟识 慕容家的慕容千军慕容千里 独孤家的英雄豪杰之中呢 抽掉了三个 宋家呢 也有人在名单上 但是出乎君墨邪意料的是李悠然并不在名单上 那也就是说呢 这次天南之行啊 没有李悠然的份 皇帝陛下怎么会留着这么一个祸害在空虚的京城呢 李悠然的野线 君墨邪绝不相信皇帝看不出来 那既然看得出来 怎么还要留下他 这里边可就有问题了 各大世家的后人基本上都有人在名单上 那么各大世家必然会派出高手保护的 一路同行 皇帝陛下这份圣旨虽然说并没有要求什么 但却是将各大世家的高手力量无形中啊 抽掉出去了一部分 君吾意在接到了圣旨之后 立即呢 马不停蹄的赶往了军部 办理呢 各项手续 皇帝陛下虽然说要求即日启程 但是大军出征 一两天之内岂能全部到位啊 这最少嘛 也需要五天的准备时间呢 大军未动 他良好先行啊 金战天老大人的元帅令巨峰一般的吹过这一路上的沿途周线 安排他们准备一应所需啊 同时呢 公部 护部 军部 通力合作 雷厉风行 几乎在短短的一天之内 就将大军出征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啊 调派完毕了 这样的效率足以让任何人都瞠目结舌 之前呢 也有过将士出征的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啊 准备物资 哪一个不来回跑上好几次才磨磨蹭蹭的准备好呢 就算是出征在外 也常有什么物资 不到位 粮草 供应不及时等 凡人的事啊 是一堆一堆的 拍马 也难以与这次相比 但是呢 却没有人不服 军务役是谁 他现在 虽然说傅贤在家 但是呢 却一直是天乡帝国军方的一个传说 一个偶像 血衣大将的名声 就算是在十年之后 也是赫赫有名的 如今啊 他终于复出 军方呢 都是一片欢腾 尤其是啊 原本的老战友老部下 更是兴奋不已 不管是独孤家 还是军家 掌管军部 对军无意呢 都是一路绿灯 满朝文武 没有一个人呢 敢在这件事情上 提出半句异议 军中将士 人人翘首以盼 等着军无意点兵出征 都盼着这位 声名显赫的大将军 能够点到自己 点到自己的部队 大军虽上位出征 却已经是战役高昂 起点中文网 版群所有 创新网 荣誉出品 在宫中 皇帝陛下 这次却没有下棋 专着一杯茶 饮了一口满脸的笑容啊 你是否再奇怪 我把军末节派出去了 却留下了李悠然呢 是啊 军末节尚且无心权势 但是李悠然却是明摆着野心勃勃 我对陛下留下李悠然放出军末节 甚为不解啊 文先生坐在他对面 有些纳闷的说 李悠然有所求 就有弱点 容易掌控 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他也翻不出什么大浪花 我倒要看看这个人 能不能真正的为我所用 所以这次单独留下了他 就是为了呀 能够看得更准确一点啊 皇帝陛下轻轻的笑着 至于军末邪 却是无欲无求 这种人说走便走 说留就留 有一种闲云野鹤的味道 反而是没有办法掌控啊 所以这次呢 放他出去 在玄兽湖当中 是死是活 一切就看他自己的了 我 我还是不明白啊 既然 他 他是与贤云野鹤的性子 为何一定要 文先生 皱起了眉头 贤云野鹤 自然不足为虑 但是贤云野鹤背后 有着这么大的拥护力量 可就最堪忧了呀 皇帝陛下 眼中寒芒一闪 悠悠一叹 功高可振主 势大 亦可招风啊 文先生 叹息不语了 老二那里 应该有动静了吧 皇帝陛下 突然古怪的一笑 哦是 第四天 凌晨时分 首弩 便能抵达京城南郊 文先生 暗中叹了口气 很好 这批首弩啊 我不允许 有一箭流落在外 皇帝陛下 手掌轻轻的 拍在了桌上 食指呢 分开 目光凝住 似乎在 欣赏自己修长的手指 是托抹的完美 陛下放心 既然 陛下为何不直接下指 哼 若是那样 我这个老二儿子 我就只能废掉他了 皇帝陛下笑得有些苦涩 眼神悠远的看了出去 啊 那样的话 不管是在朝堂 还是天下 或者说是朕的后宫 都是一场极大的震动啊 现在各方暗流汹涌 还经不起那样的震动 文先生垂下了眼帘 没有说话 他本以为呢 是皇帝陛下 顾及父子之情 而不那么做 现在看来呀 自己竟然是想的大错特错了 心中自嘲的一笑 这选择 这选择与这种帝王的思想 真的是差得太远了 八寒 制令血剑堂 无论是江南赵家的人 还是江南工会的人 还有老二的人 一个也不允许放过 此事务必要做得干干净净 当初老二要买胸 却无处下手 血剑堂几乎就是主动上门 老二居然到现在 都没有半点的怀疑 真这个儿子的智慧 还真是令我失望啊 文先生继续默然 不是没有怀疑 而是谁会怀疑你一个 君临四海的皇帝陛下 居然暗中还掌握着 这样一支阴暗到了 极点的血腥的队伍呢 就算是明说了 恐怕也是有大多数的人 不会相信的 文先生看着面前的皇帝陛下 心中倒是生起了一个疑问 甚至可以说呢 是一股恐惧的情绪 这位皇帝陛下 手中究竟还掌握着 多少不为人知的底牌呀 自然了 这番话 若是让二皇子或者君墨邪 或者说是其他人知道的话 定然会马上明白 为什么二皇子 请动血剑堂的杀手 执行任务的时候 每一次派来的人 都是距离完成目标 仅差一线呢 血剑堂这个天乡帝国境内 乃至整个玄玄大陆 都集负盛名的杀手组织的 幕后操控者 竟是 这可真是出人意料到了极点呢 但是嘻嘻一想 或者这样才正常 才最为的合乎情理 难道不是吗 为什么一个天乡 很多上层人都知道的杀手组织 可以如此几近光明正大 肆无忌惮的行事 竟然可以与许多的朝廷世家 甚至是皇室子弟 发生密切的交际呢 如此刑警 若是在许多并不强盛 一切为武力为尊的弱小的国度之中 这种集团的存在 或者说并不稀奇 但是呢 在天乡啊 在这个军事实力强横 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里边 尤其呢 当朝主政的天乡国主 更是当世少有的人杰 以他的为人 又怎么会允许 在自己掌控的国家里边 以这种几近似无忌惮的杀手组织存在 暗杀皇室公主 屠戮重臣血脉 这一切的一切实在是太儿戏一些了 而且儿戏的还远远的不止这些 以前者刺杀灵梦公主之事为例 一个大陆至为知名的杀手组织 情报素来都应是放在第一位的 那么叶姑寒的存在固然是一个秘密 也是一个忌讳 但是 以血剑堂这等严密组织来说 岂能查不到叶姑寒这种强者的存在 但是呢 却依然只派来了两个金玄杀手 面对有天玄做保镖的目标而言 金玄有用吗 有意义吗 只可惜啊 二皇子至今呢 都还埋在鼓里啊 更被一句狗屎的 你的情报有误就给打翻了 或许中其一生这位二皇子殿下也不会明白过来的 他从头到尾 一切一切的所作所为 尽都被他的皇帝老爸利用来清除官场 整顿朝堂 甚至于呢 是肃清后宫的借口和工具的 利用的实在是太彻底了 相信此事啊 即便为同为绝顶杀手的军大杀手之小 也必然会给天乡国王陛下写一个福字 后宫里边 一个雍容华贵一态万方的贵妇人 身穿黄袍 头戴凤冠 正是当今皇后 也是灵梦公主的亲生母亲 慕容秀秀 梦儿啊 你老实告诉母后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生病了呀 没有啊 女儿身体安好 一切都很正常 为之母后何出此言 灵梦公主自然不肯承认 若是让母后知道了叶姑寒现在的惨状 灵梦真不知道接下来呢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只是一味的否认 正常 你这孩子 从小就说不得谎话 一撒谎就结巴的毛病啊 始终如是 皇后温柔的笑着 慈爱的看着自己的女儿 你这几天呢 时而忧心忡忡 时而暗地里偷笑 晚上呢 还常常落泪 泪失枕背 这些 难道你仍然认为很正常吗 母后 灵梦公主啊 还撒起娇来了 女儿怎么会骗你啊 女儿真的没有什么异样 莫非 皇后笑起来 有些宠溺的捏了捏 女儿的小鼻子 怕是看上哪一家的少年郎了吧 母后 您说什么呢 灵梦公主大嚷 羞得满脸痛红 心中 却是在犹豫 我是不是 应该趁这个机会 把君墨鞋的事情 和母后说一下呢 一想到这个人呢 灵梦公主 禁不住啊 是满脸飞红 皇后看着女儿的神态 哪儿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如此小女儿家 异样身体 自己当年 何尝没有过呀 女儿啊 终于长大了 你这小妮子 却不知那小子 是哪家的公子 能够得到 我这宝贝女儿的垂青啊 皇后逗趣的看着女儿 母后 灵梦公主扭了扭腰 犹豫了半晌 终于呢 还是决定暂时啊 不将心里边的话 说出来 灵梦也不是傻子 君墨鞋的态度 耐人寻味 她又岂能不知啊 恐怕这个小子 对自己啊 压根 也没有多少好感 若是贸然将之说出来 没准还会弄个字讨无趣 不过 在公主殿下的方心之中 却是大有不服 你前几年大装纹酷 是个女孩子 就不会对你动心 纵然对我大献殷疑 我又如何会理会呢 如今本公主 对你没意见了 可是你这小子 还却又拿起了架子来了 可 小妞子还害羞了 不说就不说 母后不逼你啊 哎 梦儿 若是有了心上人 不要紧早的和母后说 知道不知道 否则呀 你年龄也不小了 万一你父皇哪一天呢 心血来潮 给你赐婚 到时候再有异议 可就是麻烦似的 皇后 揉了揉女儿的头发 宠溺的说道 是 女儿明白 林梦公主呢 唯一在母亲的怀里 不欺人之间呢 想起了叶姑 韩叶叔叔 这么多年来的付出 如今凄惨的状况 突然觉得鼻头啊 一阵发酸 有些想哭 哼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几天以来啊 只觉得是心惊肉跳的 总感觉 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 皇后淡淡的笑了笑 若有所思的喃喃自语 到底能有什么事呢 总觉得心里边啊 揪得疼的话 林梦公主心头一紧 更不敢说话了 不知道叶叔叔眼下如何了 还有那该死的冤奸 竟也不让本宫去探望叶叔叔 君家呀 君墨鞋是一脑门子官司 看着面前这个张牙舞爪的小丫头 一阵无语 真正的无语了 因为独孤小义抱着小白白 至高气昂的宣布 我要去 大姐 喂 您干嘛去啊 你去给玄兽添肚皮啊 您就是打算帮我 您还是打算帮玄兽啊 君墨鞋 没好气的翻了翻白眼 神哪 饶了我吧 我都被这个小丫头 馋得整整一个上午了 哼 你呀 才会去给玄兽添肚皮呢 姑娘 我现在可是厉害得很 我的刀法一旦湿染出来 连七位哥哥 也都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金玄以下 绝无敌手 区区各把玄兽 岂能奈何得了本姑娘啊 独工小义豪情万丈的说 再说了 就看小白白那个小德行 还是八级玄兽呢 这不就跟小狗狗一样吗 要是都这样了 我怕什么呀 一天杀个千八百的 不也跟玩似的吗 这说不定啊 还能多找几个小白白回来呢 小白白听到这儿不满的呜呜一声 像咱们这么高级的啊 顶级选手是那么好找的吗 翻起了眼珠子看了看她 却知道和自己的这个女主人说道理啊 实在是一件很不理智的举动 也不理她了 继续睡觉 支墨鞋呢 一阵无力 哎呀大姐 你怎么能这么比较啊 小白白虽然是高级选手啊 但是呢 还未成年好不好啊 不应该这么说啊 应该是才刚出生啊 这这这个怎么能比呢 你没见过其他选手吗 就算您没吃过猪肉 您还没见过猪跑啊 你胡说什么 本小姐就是没有见过猪跑 别的选手 别的选手怎么了 一见到本小姐 还都立马的就萎靡了呢 连头都不敢抬 小丫头很自豪的说 君大少爷泪流满面呢 可不是吗 富家千金 怎么可能见过猪跑呢 你见过的那些 都是别人信仰好了的 最低级的选手啊 我说大姐 大姐 您别闹了 你每次出去 都抱着您的小白白 他可是标准的高级选手 就咱们天下的那些个选手 见到他 肯定会萎靡的 这能说明什么呢 在咱这儿 小白白很强大 但是在天坊那边 小白白啥也不是 他算个屁呀 君大少爷 苦口婆心的开解着 你得了吧 你混动小孩了 小白白那么厉害 还什么都不是 反正我就要去啊 肯定要去 一定要去 再过两个多月 就是我爷爷的七十大寿了 我爷爷他老人家 早年征战沙场受了伤 腰间不能见风 也不能受凉 我听说呀 玄兽血毛雕 毛皮贴身穿着 就能够再不犯病 我这次去啊 就是打算 捕了一只血神雕回来 给爷爷做生日礼物 好好的孝敬他老人家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义士携军 第207回